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搞了两块比较特别的肉 给大家分享一款家常下饭菜 有没有朋友看得出来 这两块是什么肉来的 没错了 这两块可是猪脸肉 这猪脸肉啊 不管你是拿来煎炒焖煮鸡 它都是非常爽口的 包括后面这一点肥肉 它都是非常裂口的 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 那这边呢 我们还搞了三小勺的黄豆酱 今天我们来做一份下饭的 黄豆酱举猪脸肉分享给大家 这两块猪脸肉 我们把它给冲洗一下 洗净的肉 我们把它水分给挤一挤啊 再来把肉给它切一下 这个肉片我们不用切得太薄 把它切上三毫米左右就可以了 平时我们这边是没有单买这块肉的 今天刚好一个北方的朋友 他只要猪脸皮 所以这个肉就意义了我了 切好的肉片放到大碗中 给它调味腌制 往肉中倒上少许的料酒 来上少许的胡椒粉 一丢丢的白糖 再把我们的黄豆酱给它加进去 来上一小勺的生抽 给它拌均匀 拌均匀后给它来上一小勺的生粉 加点粉比较滑 这道菜我们不需要再加盐啊 黄豆酱还有生抽 煮够味了 最后再给它淋上少许的花生油 锁住水分 稍微给它搅拌一下 放一边腌制15分钟 让它入过味 姜蒜粒来一点 最后来切一点葱段和红椒片 取一个砂锅 先把它烧到足够热 往里面淋一点油进去 倒入姜蒜粒 把姜蒜粒煸出香味 把这大蒜煸炒至有点焦厚感时 把我们腌制好的猪头皮肉 把它放进去 给它打铲 尽量给它铺开一点啊 摊开后把锅盖盖上 先用大火给它焗三分钟 等锅气上来后 我们往锅边给它来上高度米酒 好三分钟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用筷子给它翻动一下 一样的受热均匀一些 这个肉用黄豆浆一局 实在是太香了 拌均匀后 再次给它摊均匀一些 把我们的红椒片 给它放进去 再次盖上锅盖 继续给它焗多两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第二次给它淋上高度白酒 时间到 把剩下这个葱段 给它倒进去 再次给它翻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好可以关火了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 焦香又嫩滑的感觉 非常的有食欲 一份又香又爽口的家常小饭菜 黄豆浆菊 煮一点肉就做好了 咸香入味 此菜上桌就一个切点 太费米饭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收藏起来哦